請接台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為駐台灣經貿文化辦事處主持開幕儀式 他支持時為台灣人帶來好消息 我們將於今年9月1日推出新的安排 讓台灣的民眾進行在網上免費預辦入境香港的登記 在新安排之下 台灣民眾可以上網自己填寫資料 完成之後即時打印簽證 有效期兩個月 期內可以出入香港兩次 每次最多停留30天 曾俊華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台灣旅客到香港 現在在台灣來香港的旅客是有200多萬 每一年有200多萬 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 亦佔我們人口來說是第二大的一群人 這方面我們現在推動了多一些不同的措施 亦可以鼓勵多一些台灣的居民可以到香港來 台灣民眾普遍歡迎新措施 如果不要透過旅行社的話 透過網站就可以自己完成簽證申請的話 我想這對我們來說當然會比較方便 台灣跟香港很近 那有一些小朋友可以玩的迪士尼樂園之類的 對應該可以很方便過去的話 會提高去的意願吧 亦都有台灣人認為 香港直接給予免簽待遇會更加實際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